我们独家专访 中国大陆导演陈凯歌所指导的《无极》 以壮观的场面和梦幻的情节 请大家的目光 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演员阵容 也十分亮眼 有趣的是 他们都是用自证江源的中文 日本以帝甄田广师承认 与中文翻译的位置跟日文很不一样 让他嘴巴好痛 也好像都长了专门讲中文的肌肉 在这部充满特效的电影中 甄田广志所饰演的大将军 是唯一不会飞檐走壁 最接近一般人的角色 不过可能就是因此 甄田广志柔道和剑道的真功夫 也显得更为突出 而首次跟中国导演合作 也让他十分开心 因为没有像好莱坞和日本导演那样 非常严若的拍摄成本的控管 至于众所瞩目的与丈夫之充满激情的床戏 原来也让他在寒冬里冒出不少热汉 不过对于甄田广志来说 无济中的哲学和迷幻的意境 才是最迷人的 胡思的爱情 无悔的选择 无比的乐趣 歌曲所需 这不就是你我心目中的无几人生吗 中天新闻 一个二杨七号 台北采访报道